iPhone 15 Pro 和 Pro Max 刚刚Apple就在Deep Shock Theater 发布了最新的iPhone 15系列 究竟这部iPhone 15 Pro和 Pro Max 有什么特别呢? 立刻试机给大家看 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Pro Max 最大的特点是缓上了太金属的边框 官方就说15 Pro Max比上代大概轻了19克 拿上手就已经感觉到机身轻了不少 而且拉斯文金属机身手感非常好 又不容易黏紫纹 这真的值得一赞 另外iPhone 15 Pro Max的相机镜头终于获得大升级 加入了5倍120mm zoom的晴网式光学变焦镜头 记者在现场实测时 就算在室内都可以zoom到最尽看到人物的头发丝 非常仔细 而且Y镜将会分为24mm、28mm和35mm焦距 方便拍摄影片时转换不同的焦距 另外人像拍摄的相片 拍摄后都可以编辑随时转换焦点的位置 不再因为怕对错焦而错过精彩时刻 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Pro Max 今代除了黑白两色之外 还加入了两款新颜色 包括深蓝色以及太金属灰色 记者就特别喜欢太金属灰色 因为一网就看得出太金属质感的新机 更加之抢眼 iPhone 15 Pro系列还加入了Action Button 将旧有的静音键改为实体按键 可以在设定内随时改变Action Button的功用 例如拍摄、开电筒、开录音机、放大镜 转换专注模式以及捷径等等 都可以按住Action Button即时开启 方便很多 新机就换上3nm制程研发的A17 Pro晶片 6核心CPU效能有所提升之余 全新GPU架构比以往快20% 更加对应硬件ray tracing的光追等功能 打机实试Diablo那时 画面更加亮丽漂亮 直逼高效的电竞电脑的效果 无论今代iPhone 15或15 Pro系列 都换上了USB Type-C插口 但15 Pro和Pro Max更加升至USB 3 最高传输速度达10Gbps 大家将手机里的大文件或影片 传送过去电脑比以往快20倍有多 iPhone 15方面 今代就换上了iPhone 14 Pro系列的A16保安力晶片之外 连同4800万像素广角镜头都移植了过来 而且屏幕更由M字页 改为多互动功能的动态度 实用性大增 另外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新颜色的机身设计 浅粉红色,浅黄色,浅绿色,浅蓝色 和黑色的机身 更有年轻的感觉 不过只可惜屏幕没有加入Pro系列的Promotion 最高120Hz更新率功能 以及仍然没有always on display功能 这几样就有一些可惜了 今次发布会除了iPhone 15系列 还公布了全新Apple Watch Series 9和Ultra 2 两款新标都换上了Apple Silicon S9晶片 比上代快60%之外 Siri的反应亦比以前快很多 语音文字输入亦更加准确 另一方面新加入两指操控功能 Apple Watch可以利用标里面多个感应器 来感应手指的动作 只要手指点两下 就可以作出不同的操作 例如开启时间键 遥控影相 或者收听电话等等 记者实测时反应都非常快及准 这也是值得一赞的 iPhone 15和15 Plus的价钱 以前从上代一样 6,899元起 而15 Pro就8,599元起 虽然15 Pro Max稍为加价至1,0199元 但容量由256GB起标 实际跟上代售价都一样 iPhone 15和15 Pro系列 9月15日晚上8点起开始预售 9月22日正式派货 而Apple Watch Series 9和Ultra 2 售价同上代一样 即日开订 同样是22日派货 究竟哪部手机哪款标更加值得买? 就要期待我们之后开箱深入评测 其实之前我们已经现场直播过iPhone 15和iPhone 15 Pro的新机上的手势 立即看回当时的精华片段 看下大家的Dream Home非常亲密 有球鞋的东西 人都走过去都可以和他合照 今代iPhone 15和iPhone 15 Pro Max 无论机能都比上代Pro 14 Pro和Pro Max 无论镜头、处理器 和手感上都比上代更加出色 刚刚我只是玩了一会儿 试过这部机真的被以往 因为以前Pro和Pro Max 真的有D重的部机 如果加上手机壳 会凌晨很累積 很聚首 究竟这部机换了47 Pro的处理器 3mm的制程 究竟续航力会提升 会不会更加耐用一个电池 这件事会容后我们有机 这件事我们现场试不到 但是部机的手感 颜色大家可以现场给大家看 Try the camera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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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代新相机镜头 大家看到Pro Max 那这个镜头呢 现在这个是 大家看到了 现在这个镜头呢 就是有1倍 全身24mm 1倍 28mm 1.2倍 35mm 1.5倍 2倍 和5倍的 Zoom镜 2倍 现在我拿着这部是Pro Max 现在这部黄色的白色机 其实现在你看到 FINISHER跟以前有少少不同 尤其是镜头位 在这里 机边 因为都圆 除了用太金属的FINISHER 其实拿上手的感觉 和以前是很不同的 看到 大家看到 换了USB3 USB3 的Type-C插槽 这件事比iPhone15更加厉害 大家看到 实用性大增 因为其实以往 大家可能想 快速主要相机 我都要特意按这个按键 去入 那其实是否真的快很多 如果这个按键的话 可能会再快更多 可以转换做相机模式 拍照 直接进去拍照模式 或者自拍模式 或者人像模式等等 都是直接在这里转换的 HOT TREATSERVY也可以 我当 一个 FOT TREAT 订阅后 就出去 一按 HOT TREATSERVY就会直接 蠢个画面 直接去到人像模式 这件事以往方便很多 大家看到 我就算空了部机 按死 都可以直接入 Action模式 这也是iPhone15 Pro 最新功能 看到边框是明显 是窄了少少的 虽然那个萤幕 其实整体上不是真的大很多 但是因为边框小了 即窄了 那你会令到屏幕 感觉上是真的大了少少的 你只这样看 都会感觉到屏幕 已经是好像大了少少了 看到现在 我这个是上一代的紫色 这个新代是白色 而新机 就换了一个 A17 Pro 的晶片 其实它这一代最厉害的东西 就是新的GPU 就会更厉害的 起码加入了很多不同的新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Rade Tracing Rade Tracing 这件事 在刚刚影片的事发了 例如玩Balhasa 4 又或者 Assassin Creed等等 画面的效果会更加好的 这里可以看到 暂时看到什么游戏 我可以试 打机 因为想太多 我这就不试太多了 那这件事 遲些大家 如果有机在手 会更加深入 再试多一点 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因为我相信 有很多人都想问 究竟新机 链上手感如何 我链上手 和我旧的Pro Max 是感觉上轻了一点 官方的资料 预计会 只是轻 都轻十多g 大约都轻了差不多 5%至1成 这件事都已经 链上手已经不同了 那你说会不会 异化一些 其实链金属 理论上是比铝金属 更加确 更加实际 更加抗化的 你看到它的 细节目 拍片后说 VR那样东西 它是对应 Visopo 可以拍摄 但是这个功能 会是今年年尾 正式开放 现在是未可以拍摄 这个 大家看到 其实现在是未有 spacial video功能 未有的 大家看到 快速度 24mm 一倍 28mm 35mm 2倍 5倍 zoom 5倍 zoom 明显 比以前3倍 zoom 比以前更加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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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可以很自然地 做到不同的 散景画面 这个就是全身的 蓝色的 机身 一体型 整部机的蓝色 是统一的蓝色 我觉得今次 泰金属灰和蓝色 都应该会相当之受欢迎 这次是蓝色 黑色 蓝色 泰金属灰色 和白色 究竟大家对灰色还是蓝色 还是怀旧 喜欢黑色多些 大家 放下iPhone 5 再次5个新色 先看看 黑色 这部不是白色 是粉蓝色 绿色 黄色 粉红色 蓝色和绿色 其实两颗色都比较淡 其实我觉得这颗色 虽然以前iPhone都出过这颗色 但是iPhone 12年代 出过类似绿色和蓝色 但是那时候比较深色 现在明显浅色很多 虽然你可以说低调一点 但是我觉得摆法 比较好一点 换了这个动态度 边框都比较粗一点 虽然都是OLED 但是比较便宜的玩 我觉得这部也值得玩的 最便宜6千多元起 128GB 没有加价 就把上代14Pro和Pro Max的镜头 放进来 它多了两倍zoom的功能 其实两倍zoom功能 就是以前的4800万像素 这部COP上 令到它准备到 外镜头 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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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新版15 都换了Type-C 但Type-C 它没有说到是否升级到USB3 如果不是USB3的话 那我的速度理论上 会比较慢一点 如果USB2的话 最多速度大约10Mbps 那现在呢 它现在是USB3 那其实USB3的速度是去到10Gbps 我想Pro机不是15 15它没有说到是否支援USB3 那速度慢一点 就可能对大家 不是说真的有很大影响 因为大家有机会 真的会拿一个Port位去传赏 那些 那如果Pro机的话 知道有些东西 如果打拍片比较多 要整把电话的话 那这个传组速度快 是的确有它的好处的 那这个是黑色啦 Apple Watch 所以其实这一代 一个小升级来说 我觉得都已经腐足了很多 但如果有人还在用8代 或者Ultra的一代 其实接到升级呢 那就记住了 即是如果大家在用Ultra的话 我觉得这一代 可以暂时miss一点先 因为功能上 其实跟上代 真的差非常多 但是各样东西都升级了 这样的 例如这个更长通讯功能 会更加准确地去 detect 到大家的位置 自己人 一起去打算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